伯克论法国革命 Edmondberg 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 其实自由就是权力 所以伯克呼吁在这种事情上 应该要谨慎 应该要审慎 好,那我们就开始讲 今天要讲解这一段 这一段样分成两页 首先 All these considerations, however were below the transcendental dignity of the revolution society 这边的 considerations是指伯克在上一段 所提到的就是 虽然你号称自由 但你应该要注意 有一些相应的事情 有没有做到 伯克在上一段提到的事情 包括了就是 你的政府好不好 你的公共力量好不好 公权力执行的状况怎么样 有没有秩序 军队是不是效忠的 你的税收是不是比例适当 你的人民有没有道德 有没有信仰 人民是不是团结 财产是不是巩固 社会是不是安详 有秩序等等 伯克的意思是说 这一些实际的考量 全部都不敌 所谓的 transcendental dignity 革命人士的 transcendental dignity 那这是贬义还是包义呢 其实在前面的段落 我们已经看到很多字 大概可以猜得到这是贬义 那就是伯克很会去结合两种 意义有点相反的词汇 transcendental是超越性的 超越性是在讲真理真相 dignity表面上也是好的 但是这里dignity是在讲尊严 人的尊严是超越性真相吗 当然不可能 其实尊严这件事情 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 其实不一定 当我们说做人要尊严的时候 其实可能是指做人要自重 要精神 要道德 但是如果你说 你这样讲话让我很没有尊严 那其实可能是指面子 你只是脸上挂不住而已 一般人的尊严 通常就是有点混杂 又有好的部分 但是也有不全然讲理的部分 在这边 革命人士的尊严 就是指他们觉得自己 有道理站得住脚 他们讲出自由 然后把自由讲成是宇宙真相 而事实上 其实这某种程度 就是他们的面子而已 这个大概就是伯克暗示的意思 transcendental dignity 很好的修辞 把自己的尊严讲得像真理一样 这当然是不对的 但是以社会实际上来讲 我们会发现这种人 好像比一般人表现得更好 因为他有尊严 那一般人如果没有尊严 可能就会懒惰啊放纵 那他有尊严之下 他就会看起来好像在追求什么理想 那其实背后有他的面子 和自我肯定的需求 但是这样子的诉求 也比较容易吸引别人 因为一般人真的觉得 这种人看起来好像比较好 看起来好像比较理想 这个就是伯克所担忧的一种误导性 所以他接着说 当他继续待在乡间的时候 也就是我开始写信给你的时候 我对于这些法国公民会议的人的做法 就是觉得很不恰当 那他前面是 in the country 所以现在是他 coming to town 应该就是回到 回到城市市区 他就想要去了解 法国这些人的作为 那其实法国那群人的当局 也出版一些东西 来表示自己在干些什么 那这里面包含了一些人 这些人到底是谁 其实没有那么重要 当然这也是可以考证的 里面也放了一些其他的文件 为什么要说这些人没有那么重要呢 因为其实说真的 自由主义者或相关的那些意识形态 人们的主张其实就是大同小异 虽然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生命经验 但是其实大概是那一些排列组合 可能就是比较偏保守的自由主义 温和的自由主义 或者比较激进的自由主义 那更激进一点可能就会有 就会有社会主义的倾向 那如果更对于上层阶级不满 他就出现了一些共产主义的思想 那或者他个人有一些宗教信仰 他的可能就把自己的宗教 加上自己的政治意识形态 总之是其实是在某一些范围之内的排列组合 如果你读西方历史 尤其这两百年的历史 你读过够多的人物 其实大概会有一种感觉 那再加上这里提到的人 并不是很有名的政治人物或者思想家 所以不用特别去考证 那博客对于这个出版物的意见是呢 他说这整个出版物很明显的目的就是想要把法国发生的那些事情跟英国连结在一起 当然这里讲英格兰 好像只有讲英格兰 但是英格兰人讲英格兰的时候经常就是指整个英国 但博客好像也不是英格兰人 就是说在那个时代很多时候就直接把英格兰 就直接指整个英国了 那今天因为各地的那种地方主义兴起了 所以你今天如果去英国说英格兰 他可能跟你说他不是 他是爱尔兰人 他是苏格兰人 可是在十九世纪之前 尤其是那个什么三个王国结合之后 很多时候人们就直接讲英格兰 就带指英国了 那今天就要讲Britain 他说这些这个出版物就是想要把法国跟英国连结在一起 好像希望英国人去模仿法国国民会议的作为 这件事情让我感到有一种忧虑 沉重或者是不安 下一页 The fact of that conduct upon the power created prosperity and tranquility of France became every day more evident The form of constitution to be settled for its future polity became more clear 他说the fact of that conduct 这conduct就是上一页最后一句讲的国民会议的作为 他们的作为在哪一方面呢 包括power就是权力 credit credit要怎么翻译呢 就是credit card是信用卡 credit不一定是信用 但是信用是怎么来的 信用就是你这个人有格 你用你的人格去换取信用的点数 所以credit有时候就是指一种广义的道德的德这个字 或者是功劳的功这个字 所以 就是在这边 这算知道怎么翻译有点难翻 大家知道那个意思就好了 prosperity也是 在今天我们认为prosperity就一定是经济性的繁荣 这里的prosperity就是一副 就是什么生意昂扬的样子 其实繁荣是可以的 那tranquility是一种安定的状态 那这个也是在接续上一段 上一段博客讲了一个比喻嘛 就是说就是你在倒啤酒的时候 那表面上会有很多泡泡 所以当我们要评论这个酒到底怎么样的时候 或是我们要看尽这个酒 我们要等到那些泡泡退去 那法国一开始号称进行的革命 号称自由 建立了什么样的政体等等 博客就说那到底他做的怎么样 实际上他作为一个政府 他作为一个政权 他在这方面做的怎么样 现在慢慢看得越来越清楚了 所以下一句也是一样的意思 就是说 这个东西 法国人发布了那个宪法 那这个宪法 接下来造成未来 后来的政体 状况是什么 现在也看得越来越清楚 所以呢 we are now in a condition to discern a tolerable exactness the true nature of the object held up to our imitation 那据说 这就是上一段嘛 那个出版物就是 好像想要说服或宣传 吸引英国人 来模仿法国人的作业来搞革命 那不过说 那我们现在已经有条件 可以去分辨 discern with tolerable exactness 那exactness是精确嘛 tolerable就是指可容许的 所以tolerable exactness就是说 上称精确 也就是说我们大概可以精确的分辨 the true nature of the object held up to our imitation 就是据说我们要去模仿的那个对象 他真正的性质是什么 其实那就是法国国民会议这个政权 if the prudence of reserve and decorum dictates silence in some circumstances in others' prudence of the higher order may justify us in speaking our thoughts 这句话 了不起的一句话 从这句话就可以知道 伯克真的是伟大的学者 但是我这样子捧他 反而可能别人就心里不服气 真的 这真的很冤枉对不对 就是 你觉得一个人好 你大力的称赞他 那你就会引起 比较性强的人 反而对这个人 更想要去挑毛病 或有反感 但是要挑伯克的毛病 真的蛮不容易的 至少我自己的能力做不到 他说 prudence of reserve and decorum prudence本身就已经是谨慎了 reserve又是保守 decorum就是庄重 对这个 这个是修辞啦 那简单来讲就是说 一种 类似中庸吗 讲中庸可能不太好 就是一种稳重 其实 一言一辟之就是保守主义精神啦 就这样讲好了 一种保守主义的谨慎精神 在某种状况之下 在某种状况之下的要求就是 silence 不要表示意见 沉默以对 这个意思并不是无为 但是很容易被别人误解成无为 在其他的状况下 in others prudence of a higher order may justify us in speaking our thoughts of a higher order 这个时候伯格就没有说 那个higher order是什么呢 这个 其实讲出来 那个higher order就是指 真理 或者是 上帝 这是他最终的 仪归 那这个是指 保守主义者的信仰是 历史是 天意或神意的安排 所以对于精英的传统 应该要尽量的保守 或者是保存 所以在面对变革的时候 特别应该要谨慎 发生变化的时候 不要急着行动 应该要 沉默 那个沉默是等待 那个沉默 其实是在看 这个变化背后反映了什么 天意的安排 一般状况是这样 但是在某种状况下 更高 会有一个更高的标准 要求你 站出来 这个更高的标准可以说 例如说正义 建议勇为的时候 你不能沉默 正义问题出现的时候 该怎么说就怎么说 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那如果 失败 那就叫殉道 成人取义就是这样子的道理 而伯克要讲的是 所以平常的那种保守 跟遇到正义问题的时候 站出来 坚持 对错 其实是一致的标准 一般人误以为保守主义者 就是一概保守 退缩 对于很多事情 就不想处理 怕是 其实不是 伯克的意思就是 其实这是一贯 这是有高下的 但是这样子的态度 当然就很容易被别人批评为 双重标准啊 或者是 消极无为啊 但是这样子的理念经常又会 越解释 越被人们误解 所以这怎么办呢 那就 引用徐志谋的话 不说也罢 说来你们也是不信的 The beginnings of confusion with us in England are at present feeble enough But with you we have seen an infancy still more feeble Growing by moments into a strength to heap mountains upon mountains and wage war with heaven itself 伯克说 那英国已经开始出现一些混乱 然后这个状况目前导致 就是 就是很脆弱 这个局势很脆弱 那 他却看到呢 你们 你们就是法国人 你们明明是处在一种婴儿状态 infancy 比我们现在还要更加脆弱 但是你们这个婴儿却一直膨胀 一直膨胀 变成像山一样大 然后这个层层堆叠 风轮 蝶杖 好 这是这个成语 最后怎么样呢 向天堂开战 其实这个东西就在暗示 这是违背天意的 这是抗天的 而这个抗天是出于人的自我膨胀 这是什么意思呢 伯克意思是说 英国已经有一些混乱 那这个混乱看起来已经这个状况是脆弱的 局势是不稳定的 那 他看到 法国也是类似的状况 他出现了新的政权 明明也是婴儿状态 但是法国人却怎么样呢 这个时候 最好的成语应该就是孟子说的 亚苗助长 也就是说这个婴儿体质还有些问题 你应该要让他的体质慢慢调养好 慢慢的成长 但是现在这个婴儿体质有问题 结果一直给他打生长激素 一直知道他打生长激素 他越来越大 越来越膨胀 简直要推翻天理了 这个异象其实在西方 是一个传统 就像巴别塔 好 伯克上面讲这句话 其实有可能就是在解释说 他为什么一方面说我们要等待 要保守 但是另外一方面 他好像要批评得很犀利 这样子是不是双重标准呢 伯克是在解释 他一方面认为要保守静观其变 但是他在静观其变的过程中 已经发现很多非常不对劲的事 所以他就必须讲 因为这个状况看起来 那个严重的错误已经出现短 这个时候就类似是 higher order 就是这个东西已经有违背天理之语 他一定要说 所以这一段的最后一句话 这个格言 你如果去那种什么西方格言网站 一定可以查这句话 他说 whenever our neighbor's house is on fire it cannot be amiss for the engines to play a little on our own better to be despised for too anxious apprehensions than ruin by too confident a security 他说当我们的邻居家着火了 那我们稍微准备一下消防器具 engines 这样不能说我有错误吧 不过讲这句话 某种程度的用意就是 别人可能又会觉得 那你英国又没有事 就算你觉得法国问题很大 你为什么要讲这么强烈呢 就是人们会有一种这种想法吗 当你不是本国人 然后批评本国的时候 到时候 就算你讲的很对 当人们不接受的时候 人们就说 如果你是个外国人 你批评台湾批评得非常的犀利 批评到台湾人受不了 台湾人就是说 那你又不是台湾人 批评怎么批评我们 或是说 管好你的自己国家就好了 然后叫你滚回去 当然人们这种幼稚 真的是不值一博 只是博客的意思就是在说 我这样子会不会小题大做 他是在回答这个问题 所以结论就是 宁愿因为担心过度而被别人鄙夷 因为你这样子好像 在一般人看来就是 很不沉着嘛 好像很敏感 随便一件小事就跳起来 他说宁愿因为过度担心 而被别人鄙夷 也不要因为很自信 过度自信 认为自己一定是安全的 而最终被毁灭 好啦 这次就找到这边拜拜